整理大学今天上午特别邀请了中山国小全校58位的学生 办理户外教育计划 由整理大学台湾文学系的学生自导自演 马街到台湾传教的经过 一块去看看 整理大学秉持着爱与服务 以及生根在地与回馈社区的教育理念 今天上午特别邀请到位在淡水三区的中山国小全校学生 进行一场特别的户外教育课程 由整理大学台湾文学系的学生自导自演 马街到台湾传教的经过 透过生动活泼的戏剧演绎马街精神 而校长表示 由于中山国小全校只有58位的学生 整理大学希望能够为偏乡小学 益住多元的教育资源 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因此特别精心规划科技艺术撞古迹的户外课程 我们这个活动是透过北二区教学资源中心计划的申请 然后能够让学校善尽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选择了中山国小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偏乡的小学 那个教学资源相对来讲比较受到忽略 那所以我们就透过这种多元学习的方式 让学校里面台湾文学系 然后气管系跟资工系 透过戏剧三地列印等等的方式 让学生感受到不一样的学习机制 那也让他们了解 在我们淡水地区在地有多少的 我们的珍贵的资产 整理大学校长表示 由于在山区的国小教育资源较为缺乏 因此为了鼓励国小学童认识淡水的历史 古迹以及文化培养人文艺术气息 借由科技体验课程活动 提升学生的创作能力以及学习 运用大学的多元化资源 让学童看到更多 刚刚的那个表演好不好看 好看 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动作都像真的 他们在雕马街石头 就是刚才表演的 雕石头 对 好玩 好玩 有小学生发挥想象与创意 在大学生带领他们画出 每个人心中的马街形象 而小学生都觉得他们的脑海中的马街 有不一样的想法 在资讯工程学系的帮助之下 以科技3D列印呈现 而校长表示 这一次的活动 为北二区教学资源活动中心的 户外教育计划 希望透过户外的探索课程 让小学生展开有别于教室内的知识学习 记者是论医的设计方法道 好玩 好玩 感谢观看